千唤雷龙破 巨大的雷龙盘旋而出 声势浩大 黑光不断呼啸在雷龙的身躯上 大片龙鳞也是被生生击碎 与此同时 雷龙便是仰天怒吼一声 龙手一抬 便是面对男子的魔罗黑光骨 龙口莽脏 雷光疯狂凝聚 一道惊天的雷光 并是从百丈雷龙口中激荡而出 狠狠朝着其魔罗黑光骨席卷而去 男子健壮当即眼神一沉 扔掉了手中的骨棒 直接拳头轰在了魔罗黑光骨上 顿时间 一道道更为强大的黑光 并是席卷而出 竟是和半空之中的雷龙的雷光 对轰在了一起 雷龙嘶吼 雷光越来越强 男子手中也不敢停息 泉如咒语 疯狂地落在魔罗黑光骨上 双方对轰 顿时形成了一道道强烈的能量冲击 朝着四周席卷而开 大片的石林被生生碾碎 马尘你在作甚 已经到了布置尽致的最后阶段了 就在这时 远端便是传来一道不好戏的声音 顺着声音看过去 也是又疏到身影从远处而来 显然他们布置的尽致非常庞大 直接笼罩这片石林 确保在他们进入秘境后 无人闯入 显然 这名为马尘的 正是和硝烟对战的男子 有人闯入吗 远端掠来的一众身影 看着双方气势磅礴的战斗 眼睛便是微眯 一众身影临近 便是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场激战 马尘 需要帮忙吗 此时马尘正在和硝烟对轰 疯狂敲击着魔罗黑光谷 雷龙的雷光疯狂倾斜 两者皆是没有退让之意 竟是相互抗衡 双方的力量开始于一击 两者之间的力量 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光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者能量达到了一定的临界值 一声巨响 光球便是轰然炸裂开来 一股更强的冲击席选开来 并周遭所有人 都不得不动用体内的元气 对着冲击进行抵御 周遭颤礼 后面赶来的一众身影 即使眉头一皱 阿臣 祖战速决 这般动静 莫是要引来其他队伍 若是不然 一切都功亏一篑了 远端周里的遗众 再度传来声音 哼 此人实力不俗 你没见到老子 把魔罗黑光骨葬拿出来了吗 马臣当即是不好气地怒喝一声 硝烟的雷龙 也是盘旋一周后 才是消散而去 不过 再看马臣手中的魔罗黑光骨 其骨面上 竟是烂出了一个大洞 顿时让马臣更加恼怒 杀戏你还愣着做什么 该要和他们磕讨两句吗 一起上 把他们给宰了 马臣看着自己的魔罗黑光骨 顿时气不从一处来 当即便是冷喝一声 加起来 他们有近乎十人 而硝烟只有三人 单论人数上 硝烟三人自然是吃亏得多 而且赶来的这为首之人 身上所散发的气息波动 也是相当雄厚 沙西的目光 当即看向了硝烟 感受到硝烟两千万的元气底蕴 眉头微皱 但目光又看向了雷击和武镇 顿时 其锦州的眉头便是舒展开了 他们就三个人 你也解决不了 沙西挑了挑眉 便是觉得有些奇怪地 看向了马臣 你这么厉害 他便交给你处置 他们两个交给我 马臣说完便是往后暴退 沙西目光缓缓地看向了硝烟 眼睛微眯 缓缓道 不过两千万的元气底蕴 阿臣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点掌劲都没有 你且看好 我怎么将其击杀 沙西说完 身上的气势便是轰然爆发 三千六百万 磅礴的元气海 自其身上爆发而出 一股强大的气势 朝着硝烟席卷而去 这种压迫力 显然比马臣要强大得多 马臣虽然也是拥有 三千万的元气底蕴 但却依旧没有突破到 七星斗神终极 可是后面赶来的沙西 则是不同 他的元气底蕴 达到了三千六百万 其实力赫然便是 七星斗神终极 比起马臣还要更加的强大 因此沙西看向硝烟的眼神 也是充满细血 即便硝烟拥有 两千五百四十万的元气底蕴 他也未曾放在眼里 你的气息有些古怪 看起来 这些元气 恐怕是接来的吧 若是如此 马臣 我不得不再骂你一句 这种废物你都对付不了 你比废物还要更加废物 沙西冷笑一声 便是侧过头再度看向了马臣 至于马臣 懒得和沙西争辩 他倒觉得不是自己打不过硝烟 而是不想再和硝烟纠缠 毕竟他已经损失了一个摩罗黑光谷 至于硝烟的实力 他已不想过多地试探 倒是不如直接交给沙西 蠢货 若是大义 定要在此人手中吃饼 马臣低声喃喃道 至于雷基和武镇二人 马臣也没有着急动手 因为在他此刻的眼里 只要解决萧炎 雷基和武镇 不攻自破 什么情况 打到一半中场换人 硝烟看着朝他掠来的沙西 挑了挑眉说道 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森罗大街有这种七星斗神的废物 臣是惹人耻笑啊 沙西冷笑一声 硝烟好奇地打量着沙西 显然 沙西的言语是在挖苦马臣 觉得马臣无能 连硝烟都解决不了 哦 你不也只是七星斗神吗 你们二人在我眼中 并无差别 你说他是废物 也不也是说你自己是废物 硝烟顺着沙西的话语 仔细挑起了导火索 现在倒也不怕得罪谁 反正这一场战斗必无可避 倒不如在开打之前 搞一搞沙西的心态 沙西似乎没想到 硝烟会如此出言不逊 脸上的表情瞬间一将 猛地看向了硝烟 一双眼眸顿时凶光乍现 如同一头冰冷的凶兽一般 杀气四溢 有趣儿 几几两千多万的元气底云罢了 而且还是借来的 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 敢狂妄开口 本觉得取赶是本意 但现在看来 你的命必须得留在这里才行了 沙西眼神死死地盯着硝烟 阴沉的声音缓缓传出 哦 是吗 那真是不好意思 缺解了你的用意 不过 我来此 也想去秘境分一杯羹 所以我既不走 也不想死 所以 还是你们去死比较好 硝烟怂了怂间 微笑着开口道 硝烟怂